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年演员李化小姐 我们大声说出来情感导师图磊老师 欢迎 接下来我们认识这样的一对倾诉人 听听看她们的压力是什么呢 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压力倾诉 因为我是典型的北方女孩子 所以我也很喜欢很男人 很豪爽的那种男孩子的性格 来到厦门之后 第一眼看到小灰 感觉她跟南方男孩子不太一样 正好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因为我本身就喜欢运动 然后健身也可以塑造自己的身材 也可以保护我的女朋友 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跟她在一起之后 我才发现 她跟我想象中的类型 一点都不一样 我想象中她是那种典型的 北方男孩子很豪爽的性格 但是接触之后我才发现 她有时候比我还磨叽 这点我特别受不了 从一开始认识她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而且我也是对她真心好 我觉得我没有错 但是这种好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是那种 很爷们的男朋友 但是我觉得她一点都做不到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两位青苏人上场 欢迎他们二位 小雪和小灰 小雪压力打 主持人你不知道 就平常小灰的时候 特别爱撒娇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我们这次吵架吧 我们预定好时间去看电影嘛 然后就是我迟到了一点嘛 你那算迟到一点了 你迟到了两个小时了 那我不是跟你打电话 又下来的时候跟你说了吗 我在辅导员那边有点事情 那也得事情说完之后才能来呀 我不是打电话跟你讲 说我跟我朋友一起在等 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在辅导员办公室 我怎么能听你说得那么清楚 再说就算是那样 那我时候也有跟他们一个一个道歉 他们也都说没事啊什么之类的 不然我朋友跟我一起跟你吵吗 那我下来跟你解释 跟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跟你解释你也不听 你还一直给我甩脸 你甩给谁看啊 那我跟你说的时候 你怎么甩脸也走 那我跟你解释你又不听 那后来我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不接呢 可是我过晚上有微信发给你呀 搞笑视频不是逗你笑 你还好意思说视频呢 一说视频我就来气 你说你视频就视频 还干嘛非要跳那种撒娇的舞蹈 你说我当时宿舍人都在呢 你知道吗 什么样的状况叫撒娇的舞蹈 就是那种 她说的夸张了 我没有夸张 你可以现场跳啊 我看一下 看一下 我看一下 看一下 对啊 你现在跳啊 看一下 看一下 你是我的小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诶 多好 她不是这样的 她那个视频当中 比这个更夸张 更撒娇 她可能在现场 比较含蓄一点 就是 然后当时主要 我们宿舍人都在呢 你说你当时你跳 你不好意思我都不好意思了 她跳舞就跳舞 怎么叫撒娇呢 我那时就是想要让她开心 没有想那么多 对啊 你让我开心 你不能换种其他方式啊 你非要这样 那就算是哄我开心 你知道你在生活中 特别唠叨你知道吗 我怎么又唠叨 你就是唠叨 就比如说 你说我天天每天 除了睡觉时间 你就天天问我在哪啊 到哪了啊 跟谁啊 然后逛街也要跟你报告 是不是 然后也要问我 什么时候回来 你说我就算 一没有立刻回复你的信息 我朋友的电话 你一个一个挨着打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你跟他们解释啊 你那种担心对我来说是有负担 你知道吗 我怕你遇到坏人 大白天哪有坏人啊 忘记了吗 白天的时候你跟你朋友出去 是不是一个人过来 跟你讲说他通行证 身份证不见了 然后他说他银行卡 在我们大陆不能用 他是不是像你借的那路费 你毫不犹豫 把那路费都给他 你朋友在你旁边 一直阻挠你说你不要 你还是给了 那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那就算是那样 那我也只是钱给他 我人又不是跟他跑了 我亲信的是他只是骗你点钱 不是把你人给骗着 我又不是赛碎小孩 我能说跟他走就跟他走啊 就因为这件事我更加担心 你知道吗 你那种担心对我来说 就是这种负担你知道吗 你别老实说你担心我 你说唠叨你还特别墨迹你知道吗 我怎么用墨迹的 就是墨迹 比如说你前段时间 你说你要买手机吧 你买就买呗 你问我要不要买 我说你想买就买呗 你说什么呀 旧的不可以用 我想要买新的不行 那我说那你就买新的呗 然后你又说什么呀 那旧的又可以用 我不用什么啊 对啊 然后我就说 那你就先将就是用旧的呗 那要先别买新的了 然后你又墨迹半天 至少两三个先期 你终于决定要买了 买了之后你又问我是要 全额还是分期啊 然后你说什么呀 我说全额吧 全额省事儿以后省着麻烦 你说什么呀 全额要我父母付款 我不想用我父母的钱 对啊 我就说那你不想 让你父母付款 你可以分期啊 一个月几百块压力也不大 可是分期要手续费啊 对啊 你看你又利息 又这么麻烦 然后我就特别无奈 你知道吗 你说你职业这么久 你说你买个手机 两三个月你才决定下来 你到底要怎样 你这受不了了你知道吗 你总是说我目击 我只是想要考虑周全 我不想做后悔的事情 那我可以问你 我送你的礼物你不爽什么 你还好意思说礼物呢 你说你送礼物就送礼物呗 你送那些礼物 你能不能过一下脑子啊 什么意思 你说第一次我们 就是过圣诞节嘛 然后他送了一个 两三米长那种猫龙蛇 你知道吗 两三米长 对啊 两三米长 我本来就一米七三了 他比我还高那么多 然后对啊这个长 那可是我最喜欢你 我送你礼物怎么了 你最喜欢你自己留着就行了呗 给我干嘛呀 你说我拿到宿舍多吓人 什么我们宿舍的人 都看都不管看你知道吗 我放也没地儿 放了那么长 两三米长 那是我一番心意 你不喜欢你也要接受啊 那我接受 我当时我就跟你说 我挺喜欢拿 虽然我也没说什么样 我哪知道你现在嫌弃成这样 我没嫌弃 我就是觉得你应该动点脑子 不是 他动了脑子了 他把他最心爱的毛绒玩具 对 他就是喜欢毛绒毛鱼 我都不喜欢他就喜欢那个 你怎么会喜欢毛绒玩具呢 喜爱吧 两米长的蛇 两三米长 那不说那蛇的事情 两三米的 那我送你暖手宝什么意思 你也是不爽 你还好意思收暖手宝呢 你说我在北方 我们那边不是冷吗 天气我皮肤就是手啊 脚和耳朵都有冻疮吗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嘛 你知道吗 开学三月份了 然后他给我送我暖手宝 你说在厦门那种十几二十度的天 能用得上我暖手宝吗 你也知道北方跟南方 我怎么送过去啊 快递干嘛 在路上度假呢 那是春节 春节怎么啊 我回家的时候还有一个月呢 还有一个月才春节 然后你又跟我说 今年用不完 明年再用 你说在厦门那种天气十几二十度 我放进去出来不就烤猪蹄了吗 我怎么弄啊 如果你要是不喜欢 可以放我这边 那我回去就给你 省着大家放你碍事 随你意义 你说你这么小气 我就说了你两句 我说你以后送 留动点脑子 然后你就很不开心 你还说什么呀 那我以后什么都不会送给你了 而且有一次我说 如果我喜欢这个话 我让你买给我当做礼物 那我也不送 就因为这件事情的阴影上 我都不想送了 我们来那里是有脾气的 你那什么脾气 你那就是小气好吗 什么脾气 我不好意思说你呢 这个我能说句话吗 我坐这一直在统计 其实他不像你说的 你看刚才他说话的所有的回答 会等我把他还给你吧 随你 你不能这么说 我们男人也是有脾气的 可以 那我不送了 他的回答永远简短而坚定 很爷们儿哦 天道了吗 那你的意思是说 女孩一直评价她唠叨 那就如从说起了 那个唠叨和撒娇 可能是某人的特权 我们想看还不一定看得到 而且真正那种纠结的人 那种不大气的人 现场说跳舞 我们见过 跳一个吧 唱一个吧 不行 我其实不太会 要不我唱一个 我还是不愿意 那个叫矫情 他刚才 图老师说 欢迎 跳一个 立刻 你是我 恨爷们儿的 我告诉你 他撒娇就是 比如说我们平常出去见面啊什么的 那么多人 大庭管路之下 他非要跟我抱抱亲你之类的 我真受不了 请你最近抱抱是怎么了 那你不能就是低调点吗 你非要那么多人 你好意思啊 有什么叫那么多人啊 就是在校园里面嘛 比如说我们今天约定出去吃饭吧 然后我下楼 然后他就说 哎呦 就是非要 哎呦妈呀 我真学不来 就是那种 可能就是那种 我这个人性格比较火爆嘛 然后比较直来直往 然后我也不喜欢那种撒娇 那种给我感觉特别娘 你看你现在来一个 我看看抱抱 哎呀 这是 你来来 你说 你不是这样的 你还身在谁他就 身在谁他就 身在谁他就 我跟你说这个 你很享受啊 对啊 不是因为不好意思嘛 你明明很享受啊 我特别想说一句啊 我看你们俩现在都不大 21岁 就是我要是21岁 我就追他 我觉得这哥们挺好啊 关于是他还特别爱吃素 你知道吗 比女孩子都爱吃素 我怎么吃素 你就是爱吃素 就比如上一次你朋友聚会吧 然后我俩一起去的 我不就跟旁边那个外国人 用英语说了几句话吗 你就跟那儿 关于是用英语说的是什么 因为我是学英语专业的嘛 然后在学校跟外交接触 机会也不多 然后我就特别希望在外面 就是碰到外国人能够说嘛 这样可以锻炼口语啊 什么之类的 你们聊就聊 手机拿着护顶什么意思 就是拿手机 因为有那个翻译嘛 我说的几个词他听不懂 他说一些我也听不懂 就是他听力不好啊 我可能听力也有问题 然后他又特别不开心 他就是有在那个桌子下面 又踩了我一脚嘛 那你们说就说 领扣那么近干嘛 当时酒吧里面那么多人 那么乱 我要是不离他近点 怎么能听到对方说话呢 那你要四可而止 我脚踢了一下 你还是那样 不 这个当中有个度的问题 我追求一个细节 你跟那个老外聊天的时候 两个脸的距离 都这么近吗 差不多 第二 你跟那个老外交流了多长时间 大概有十分钟嘛 这十分钟里头 有没有跟小灰搭个茬 或者是你喝点什么 要不自己喝着 咱先聊着 他坐着 他一个人就储在那儿 不是 你十分钟 把人家晾在那儿 这个相对论一看 他就十年啊 大家不仅爱吃醋 你说除了这个 说我那个高中同学 就有一次加我微信嘛 我俩跟那儿闹 你们俩哪儿是正常聊天的 我们怎么会不是正常聊天 你亲一个他亲一个 什么意思啊 那只是表情好吗 再说我跟你解释了 我跟他是很好的哥们 很好的朋友 就是发那个 对对对 就那个亲亲的那个嘛 然后他有什么不熟 他还是要主动发的 那只是一个表情 代表不了什么 再说我跟他是很好的哥们 怎么办 那你主动约别人干嘛 那我 人家都没约你约别人 我们很久都没有见面了 偶尔聚一下怎么 再说又不是我一个人 你要记住 他是追求你的 他已经有女朋友了好吗 那你有女朋友 就可以这样跟你聊人这样吗 那我们也不是 我们单独出去的 还有其他高中同学一起的 可是那份追求还在吗 没有了 他就特别小心眼儿你知道吗 然后他直接把人家 微信给删了 你说我怎么跟人家解释啊 我跟人家那么多年关系 你说我怎么跟人家解释啊 我怕我说错你会不怂 还不能直接删掉 那你如果不喜欢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你干嘛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你跟我说你不喜欢 我以后不跟他那样 我就是这样 那男生知道吗 他就打电话问我嘛 他说你怎么把我给删了 我说我不要心 那个系统出问题 我总不能说 因为我男朋友嘛 因为我不想让我朋友 因为我男朋友 在他心里有不好的那种印象嘛 后来我有跟他解释啊 然后他还是就是 就过不去那个坎儿 就还是心里就 问一下在哪男生啊 你干嘛一直问人家 人家又不是我男朋友 我说出男生的心声 你那什么心声啊 你那就不是心声 在联姻都是缺点 你每次生气的时候 总是把分手挂着嘴你 那我挂嘴你那不是有原因的吗 前面那些难道都不是原因吗 对啊 我就说这些都对你来说是缺点的 口头上说的分手有几回了 很多回 也没有很多回 三四回吧 最让我记得游戏那一次就是 不是他把我那个好朋友 那个微信杀了吗 我特别生气你知道吗 我就跟他说我们分手吧 然后他就在圈圆里面 鬼哭狼嚎的你知道吗 又是吓唬又不要 你又说那么过分干嘛 怎么留言呢 那是风吹过来 带动了沙吹入眼睛 不是哭 你说你大男生哭就哭呗 有啥不好意思承认的 但是怎么的 就是我说我们分手吧 然后我就转身要走了嘛 然后你就 立马就哭出来 我就很搞笑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眼了呀 所以而且那么多人 你觉得不好意思 我说过是啥子飞进去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抱大腿了吗 别走 就是他就跪那了你知道吗 就又哭又跪的 就很尴尬 校园里面那么多人 真的吗 跪了吗 跪了没有 没有跪 这个不可能撒谎吧 哭了没哭不说 你真的跪了吗 跪 跪就是跪 蹲着是吧 没跪是吧 抱着他大腿是吧 没有 就是他 就是一直让我不要走嘛 然后我就 可能当时觉得特别尴尬嘛 然后就转身就走了 也没答应 因为我不舍我才会这样 那你那样做也是不对的 不是 他是不是后来 把你给成功挽回了吗 这不我俩上这儿来了吗 就是这么个原因啊 我们来减压面对面 听听看四位嘉宾的意见 看一个男人是不是真男人 是不是有担当 不能从小事上看 得从大事上看 你能感觉到 这个男孩很爱你吗 可以 你对他的感情 就是有没有 就跟他一样的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男孩 对我很好 我也是很喜欢他的 我很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感觉 嗯 有 对啊 所以说我觉得 你不要轻易地去否定他 你比如说他细心 总比不关心好吧 我觉得这是你的福气 所以说你要懂得他的那份好 多考虑他的感受 男孩我看你以前是健身的是吗 可是我看你现在身材好像不像在健身 因为他跟他交往的时候我有健身嘛 然后为了想要加强保护他 我加重那运动量举重 嗯 然后压到腹脏 然后就手术了 手术那药性很大嘛 然后销售很多 瘦了十多斤 我想问的问题是说 健身的男生会不会在不健身过后 心里边自己还会有一些负担 就是说身材没了就不自信了 这个是你的照片是吗 哇 这个可以啊 这是你小学恋爱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还是恋爱 纳体肩 多久以后你出的这个状况 两个月多 两个月多啊 不是 你们俩相处多久啊 我们是12月4号在一块 然后到现在 就是到现在是吧 就是半年 快半年 快半年了 所以他刚刚说了一件很关键点 你说我健身过后反而就有点自卑了 对 然后他又去送我娘 其实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身材怎么样 或者之类的 你在乎什么 我在乎跟他在一起那种感觉 但是小雪我想请问你 没有听清楚小灰刚刚说的话 因为我不健身过后 我就会有点自卑 然后你在这个时候 在说我娘的话 我就更加地自卑 我想问一下家里边 爸爸哥哥什么样子 典型的北方人那种 说话很直接 特别直接 绝对不会跟女人 委屈求全地说话 也绝对不会求女人 更不会发嗲地 跟女人聊天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那种算是男人 对 差不多 那你所了解的福建 或者厦门那边的 这种南方男人 他们是什么样子 特别细腻 说话也很 说话比较温柔 慢调思理的那种 我跟他们讲话 我都不敢提大声音 你家里边 爸爸跟妈妈吵架了 爸爸会怎么办 我爸爸一般都会认错 所以我们常说 每个人的恋爱模式 可能是习得家庭的原因 我的爸爸妈妈 有什么样的相处方式 我就会用这种相处方式 跟我的恋人在一起 你习惯了爸爸妈妈的方式 就是这个样子 可能妈妈这边有什么委屈 爸爸这边觉得无所谓了 就这样吧 那他可能习得的方式 就是家里边 好像把女人 放到更重要的一个位置 有什么问题 可能男人就会道歉 所以如果你们说 你一定要以一个南方男人 变成很北方式的男人的话 我觉得对他来讲有点难 因为他没有办法 做到那种觉得说 一定要绝对的大男子主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恰恰觉得 你喜欢他 就是因为他可能身上 具备了很多南方男人的 那种柔性 因为他很柔 就是像刚刚他走过来的时候 你马上就开始很开心的那种 我们都看上你脸 脸颊帽飞红的 所以你很开心 你很享受这种状态 你既然享受一个男人 他身上的优点 那你肯定要接受这个优点 背后他带给你的一些缺失 因为他细心 他会对你很好 同样他细心 他就会太过于小心敏感 因为就会观察你生活当中 所有的一些 是否符合他的要求 所以没什么问题 你们来秀恩爱干嘛呢 你不要敏笑嘛 你一敏笑我就 我就说不下去了 因为你们一直在夸他 所以他有点 得意 太羞涩了 还羞涩呢 我还说得意 不是微笑 不是羞涩 你啊 你说他太细腻 你有没有检讨过自己 有多粗粗拉拉 有 有 确实我生活当中 比较粗心嘛 对 你就你刚才说那话 你觉得那是一姑娘说的话吗 哪句话呢 厦门 十几二十度 她送我一暖手炉 那我要在厦门 抱着那暖手炉 那不就成烤猪蹄了吗 为什么你抱着暖手炉 会烤猪蹄 因为太热了 厦门那种天气 他有多粗粗拉拉 他还没听明白呢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你抱着暖手炉 会是烤猪蹄 出来就成烤猪蹄 猪在哪 我是猪 所以我觉得你有时候说 他太细腻吧 是因为反差太大 反差太大 不是因为他太细腻 是因为你有点太粗糙 然后我问一下啊 你刚才说的特别好面子 是吧 我就想一个特别好面子的人 怎么会在那么多人围观的时候 下蹲 然后让沙子迷了眼 我想场景重现一下 要不然的话 你说的是一回事 他说不对 你们两个口供不对嘛 所以是不是你们重现一下 因为这个男人哭啊分几种 你看啊 有唾气的 也有嚎啕的 你的措辞是鬼哭狼嚎 就算他真被沙子迷了眼 那状态撑死了 也就是个唾气啊 对吗 还是无声的 到底当时什么姿势 你跟 模拟一下 那就是这样蹲着 然后怎么着 然后我是往那边走的吗 好 现在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证据认为 当时他跪下了 因为他当时是这样蹲着的 然后一个腿 一个腿好像 你看错了吧 以为我是这样的吧 对对对 我是这样的 到底怎么样 左膝盖的位置很重要 我告诉你 他左膝盖到底当时放在哪里 我没有看那么清楚 因为我那个 我直接往前走 然后他就这样了 好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我有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 这是身体姿态 鬼哭狼嚎是怎么一个情况啊 他当时就是流眼泪嘛 就说什么我舍不得你啊 什么之类的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鬼哭狼嚎 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可以形容一下 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 不要用鬼哭狼嚎 来肆意地形容 那可能是我有点夸张了 确实 刚才之所以 我一定要重复那个动作 其实跟土雷老师 刚才这个说法 其实一致的 你不确定他左膝昭地 为什么要对我们所有人说 当时他跪下了 他就越有魅力 比如说徐志摩那首诗 非常有名的叫 《别宁我疼》 那是徐志摩的经典作品 所以说这个男生 其实我恰恰认为 你说他要面子 但是他敢于在自己 亲爱的女人面前 撕掉那个所谓的虚伪的面子 这是真实 至于细腻这方面 一个男人在生活当中 体贴入味的关怀 这难道不是爱吗 这不是责任的体现吗 难道非要是在说话大声 又或者是大男子主义 家里什么事情都独断专行 这就叫男人的作为吗 恰恰相反 生活当中的踏实 可爱 真实 和担负责任 恰恰是一个男子汉的 真正体现 你不要被那种 所谓的固有的形象 和条条框框 而限制了自己 对于男人的想象 好 你就可着劲地珍惜你的生活吧 既然刚才小鹏说 他们是来秀恩爱的 那咱们就把恩爱一秀到底 待会儿小灰会去觅食当中 你要怎么秀 你也想好了 如果待会儿你愿意出来的话 你一定要在我面前再跳一段 来吧 小雪请去大声台上大声说出来 让我牵住你的手 不再放开 让我陪你走下去 哭了相伴 感谢你让我 领悟 让我大声说出来 其实刚刚我发现 确实自己身上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嘛 然后希望你以后 就是能多包容我一点 我也会努力改正 然后我还是心里 还是特别在乎你的 希望我们两个可以一直走下去 因为你确实对我确实特别好 能感觉到 其实我一直想要跟你说 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爱护你 关怀你 可是你一直没有感觉到 我想要考虑叫这段感情 是否要下去 现场一百位观众 你们表达你们的态度是 希望小灰小雪继续在一起 请按赞成键 不希望的请按反对键 请按键 现场87%的观众 还是希望你们在一块 待会会被小雪生气选择住 面对选择住 你有两个选择第一 要么你还是想放弃了 转身离开 但如果你还是想和小灰在一起 请按下这个红色按钮 密室门就会打开 打开之后呢 小灰也有两个选择 第一走出密室 或者留在密室当中 来 请为小雪生气选择住 请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